在不等式组,x大于等于0,y大于等于0,x加y小于等于12,x加2y小于等于20,3x加y小于等于30的条件之下 它在平面坐标系上图形的区域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 好,那我们呢要先把这些图画出来 x大于等于0呢,就是y轴的右边 然后再来,y大于等于0呢,就是x轴的上方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它会在第一项线之内 好,再来x加y小于等于12,我们就要来找点了 x呢,我就先带0,所以得到y是12 再来y带0,x就可以得到12 所以我找到了120,还有012这两个点 那在条件当中是有等于的,所以我画上实线 那我们接着用圆点来判断,0加0有没有小于12 有,所以呢就在这一条直线包含圆点的话呢,就是在它的左边 再来x加2y小于等于20 好,那我一样呢,y带0的时候,x就可以得到20 而x带0的时候呢,y就得到10 所以我可以找到20跟010这个点 好,一样呢,也有等号,所以我用实线连起来之后呢 我再来就要用圆点来判断 0加0有没有小于20 有,所以圆点的这半边呢,也是有包含的 最后一条直线,3x加y等于30 我一样y带0,x就可以得到10 x带0,y就等于30 所以呢,我用100跟030 这两个点连成一条直线 那原本呢,是小于等于,所以就画上实线 最后呢,用圆点来判断 0加0小于30 所以圆点的这半边呢,是有符合的 好,那我们综合这些条件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画斜线的区域呢 就是我们的解 好,那这边呢,同学可能就需要自己 用铅笔呢,轻轻的画 好,那我们画出来之后呢 得到的就是这个1,2,3,4,5 五边形 所以我们的答案呢,就是B 我们的答案呢,就是B